政府如果講說700塊錢 是一個政府期待的一個數字 我們就期待總經理去跟政府協商 不能比以這個數字 是不是?不能比以這個數字 其他的都可以當獎勵人 其他的全部拿到董事會 這個營業外收入4億都是政府補助 這個4億2千萬是政府補助款 因為剛剛我有說109年 我已經認了5千多萬 所以其實我整個拿CDC的補助款 是4億7千3百萬 這個是工業局的 工業局我們有取到一個4千萬的量產平台 COVID也是COVID量產平台的補助 我認為應該是明年可以的 對 這兩個都是最近我們陳總非常開心的事情 那以上 大概就這張我覺得你們應該最有興趣 所以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跟這張也沒有信心啊 這也是用拆的而已 假如EPS10塊錢 這個我知道因為 我就問那個醫師主持那個陳大 我問說 他也不知道我是誰 那我就說 他這個疫苗上來非常快 他說 穩通過的 一路綠燈 穩通過的 陳大的醫師喔 對 他不太可能不過這幾次 對 政府現在不過他也很少 沒有啊 我這講話說的 我們根本就 我們根本就 我們根本就沒有理會 不過啊 我們沒有失敗的權利好不好 好來 抗血上是不是一斤百分之百分成功了 這樣子齁 我們常常講 疫苗跟新藥開發很大的不一樣 是 疫苗是量的問題 新藥開發是 0跟1啦 比如說我們癌症 只有治療的好 跟治療不好 嗯 疫苗是你保護力幾個percent 對 喔 疫苗是60分90分的問題 喔 不是成敗有沒有 那個一番兩更嚴的問題 他比較不一樣 那第二個 剛剛有跟各位董事報告 通常Phase 2 這個疫苗應該分成兩個 是安全嘛 應該是有效 看起來安全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因為動物啦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動物的實驗嘛 嗯 那所以 而且人體一起到目前 我就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嗯 所以安全我看 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有效的問題就出在說 你什麼叫有效 就是有效這條線怎麼劃在 那 所以 萬一真的是 不太有效 假設 回答剛剛的恐怖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問題 那是不是要把 把抗炎量 增加 所以我們有三組嘛 我們選擇15個microcrows 或者5個microcrows 也許 如果效果不是那麼好 它不會變成0跟1的問題 對 也許可以增加抗炎的量 我們林董事長 他說動物的都是這樣 先做 做小劑量 然後不夠再加大劑量 第一個錄音檔 我想大家已經聽得很清楚喔 政府 他們內部一開始 知道我們政府需要 想要的採購價格是700塊錢 但是最後 疫苗價格竟然高出預期 政府預期的25% 從700元 暴增到881元 我們想要 想要了解一下喔 為什麼 可以超過這 這麼多的議價 而且 他們在董事會裡面 當人民最痛苦的時候 還在笑著稱說 那超過的部分 就在董事會裡面分掉 而最終的採購價 的確 也從700塊 暴增到881塊 所以 我們不禁的 感到很痛心喔 當我們高端 這個 我們過去 人民在 疫情很痛苦的時候 沒有疫苗的時候 判不到任何疫苗的時候 而高端卻在 大賺 笑談大賺 國彈財 而當時 民進黨政府在採購 國際疫苗的態度消極 導致我們疫苗空窗 只考慮向高端緊急採購疫苗 讓高端可以肆意開價 請問政府機關的簽合者是誰 授權 這個採購價格 從700塊高到881塊 的幕後主使是誰 881元到底有沒有 議價 還是高端說多少 就是多少 我們的檢調 是不是應該主動偵辦 是否中間有 圖利之險 第二份爆料英黨指出 就有高層放話 就是說 疫苗必將通過審查 是高端高層未卜先知 還是有什麼政府執政黨的官員私相授受 我們認為應該要追查到底 而且我們也質疑喔 最後政府機關確實與爆料英黨相符 而一路開綠燈 政府不過他也是傷腦筋 所以裡面還提到一個陳大醫師 說陳大醫師到底是誰 隨後還真的一路開綠燈了 到底是誰跟高端放話 傳遞消息的人又是誰喔 所以後來也爆出有16位審查委員 被換掉8位的爭議 而當時也還沒簽約 為何3月的時候就知道收益40億元 聲稱穩通過的陳大醫師又是誰 我想這個高端必須要回答給人民一個交代 疫苗的製作有四個字非常重要 案表操課 我的計畫案提出來是怎麼樣的流程 就一定要照這樣走完 中間只要出現任何變數 或者是說你的實驗結果 有需要做修正的時候 都必須重新在你計畫案 從今經過審查之後 才能更改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則 我們必須要謹守的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說法真的不符合 我們在醫學裡面所談到的科學的依據 這個完全不符合 沒有那個輕易草率到 我只要提升量就可以了 這個東西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似乎我們真的要去了解一下 為什麼可以這麼輕易的去變更你的內容 你的測試的內容 而且有一個點很奇怪的是 任何實驗都是整個完成之後 我們再去分析它的結果 不可能在一個過程當中 可能只做了三分之一 你就要提出結論 做了三分之一的時候 我們可以提出來的是一個 預先的評估報告 那個只是一個參考 絕對不是結論 結論一定是所有的測試過程完成了之後 才能有結論 這個點我還是必須跟國人講一下 我們要的真的是一個符合科學的一個實驗 而不是一個很草率 甚至是過程當中就下結論的一個這樣子的實驗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